我們今天剛好也要處理魷魚 不知道的人叫花枝 然後我們今天是要處理魷魚 然後我們直接叫的是魷魚青肉 什麼叫青肉 其實它叫做魷魚 不懂的人他們就把它叫花枝 因為它白色 它只是把魷魚外面那一層 那個紅紅的把它剝掉而已 然後我們叫青肉 單價會比較高 是因為他們把下面的身體都處理完了 然後都包冰 然後我們今天要把它切成魷魚圈 去做我們的海鮮鍋 好 就是我們會叫一整巷先來處理 我們使用一整箱 這些重量大概10公斤 等一下我們會去檢查 它魷魚肉中間它還有一根軟骨 我們要整個把它抽掉 然後再去切切成魷魚圈 今天所用的水槽 我們店裡水槽一共有八個 然後這兩個是屬於比較不去佔到工作流程的一個 這個兩個水槽 算是清潔水槽 好 我們就拿來浸泡東西 拿來做東西的冷卻 洗完澡 洗完澡 不是洗澡 洗完 洗完那個洗完完之後 所推出來 在這邊滴水的一個水槽 在使用之前 我們會先把水槽都給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 等一下我們直接架在上面 切一切 直接往這邊去剝 剝完之後這些速度 都必須在一個小時內處理完 處理完之後 只能把它分裝 進冷凍庫 再把它回冰 保持它的新鮮 好 來 繼續的 它已經泡 退冰了 有點軟了 好 直接用這個水槽 把它出力一下 不用很刻意去找它中間 因為你切下去的時候 你的防線 你會切到防線 你會切到防線 的防線 你會切中間 eats 浴 soy 你會切那些水槽 對 你會切把它 64-60 cm 加一點糖 долларов 還有包裝 酥乾乾乾了,入洗空間 包裝 这个是我们等一下马上用的 就先留下来了 这就是我们处理鱿鱼清肉的过程 谢谢